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你很崇拜他眼睛都放光 现在是我大老板是吗 怎么是你 靠他发财 他没有这个平台 我怎么小女子我哪有创业的机会 对对对 又婷现在也是老板娘 加入这个创业的 放电的卖鞋的 对对对 没有跟一个台湾品牌合作了 对我不算是完全老板娘 但是我们互相合作 但是你们不是属于台湾的网购吗 跟大陆也有关系吗 他在台湾也是做网购 但是卖出了品牌之后 我们就到了淘宝 就是算是开分店 对不对 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分店 就是说这个开网店的人 在台湾都可以加入 这个淘宝的 这个世界性的 世界性的 你全世界的人都可以 因为你比如说淘宝的前身 我们知道它这个整个基础 是阿里巴巴 对 阿里巴巴本来就是世界性的 它就是让全世界的人上面 但是那个买卖是B2B 就是说商家对商家的 比如说我是某 我在美国卖家具 那我过去呢 要卖这种家具呢 我得自己跑到什么展销会 跑到大陆 跑到不同的地方找 但现在我上网 就看到全世界家具生产商 直接在上面说 我们生产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货怎么样卖 多少钱一打 然后一把椅子这个样子 一百张多少钱 那你就接定 那所以现在它这个零售的网购 其实也是世界性的 就在这个基础上 而且其实成本比较低 因为在台湾卖鞋子 其实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鞋子现在都在内地做 所以从内地如果把鞋子运到台湾 我们需要打税 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运销的成本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在淘宝 卖在国内做销售的话 那其实我们已经少了这个成本下来 所以不管是在香港 或是在内地出产鞋子 其实在淘宝上卖 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成本会更低的 对 为了这个省成本 这个又婷连模特儿都不行 真的 自己都卖 就是少长间壮钟 就是这样子 没有太多的成本的时候 你没有预算 所以他这个美腿 不光是在咱们节目也秀 秀完之后呢 美腿再穿上他的鞋和靴子 照照片宣传自己的店 这个真是 今天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创业的 所以我就很佩服 都猝死了 就是光棍节那天 对 你知道光棍节那天 黄州一个姓蔡的 真的吗 常常是像又婷这样的 白天还要上班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两份工的 就是干到凌晨三四点 就是还给客户发单 因为没办法 光棍节 最后突然就死了 你知道光棍节 这一次350亿的营业额 是从零点零分开始 从凌晨午夜 一分钟开始 他们整个电脑就开始在算 那个钱跟交易的比数 所以我的 跟我合作的这位 这个鞋子公司的老板娘 他从台湾专程来到香港 转个火车到了广州 就是为了要去帮这个员工加油打气 他是从凌晨零点 所有人就在电脑前 开始接订单 所以不是像我们说 白天八九点 或者是说 让他网路就这样跑 因为他那个订单量会很大 很担心这个网路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你就会失去掉 很多的这个订单 所以他们是凌晨零点零分 坐在那边开始帮忙出货 一天下来 我们出了快十万双的鞋子出去 不是只有我这个店 就是我们所有 包括我这条line 然后它很多的线 但是在光在淘宝上 就是天猫上面 光那家店出了快十万双鞋 你看看这个 他们的网上 前一阵爆出来的这个规模 就是这个350.19亿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有人说 通过他这个卖出去的内裤 连起来有3000公里长 但是有的网友较真 说怎么可能要真按这个算 一条内裤 变成一条秋裤 太长 每条都有1.5米长 这种尺寸的内裤 对货带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你看下边 然后有网友就看这个挺好玩 但是你看这个李克强 我现在学经济 说克强总理有一个 不是过去传说有个叫克强指数吗 就是看经济 说我不看GDP 对他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了 说别的什么数字都是骗人的 嘿嘿嘿 我自己当款 我才不信这个 嘿嘿嘿 他包括什么呢 他包括什么呢 包括第一就是发电 发电量 还有一个就是货运 对 这个物流 所以这次本来这个马云说 300亿不算什么 他觉得做到1000亿 也不算问题 他主要是说现在的这个物流啊 你还承受不承受得了 包括金融 承受不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压力 你说这跟中国人啊 感激有没有关系啊 怎么就是 就是纯粹是啊 他忽悠起来的这么一个光棍节 真的是 他们说因为在11月 全世界没有人在打折 然后呢他就 这光棍节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一个结论 所以他就突然在这个 觉得光棍节 你没有办法出去约会的时候 怎么把你整在家 因为光棍嘛 所以呢他就把这些这种孤单男女呢 想说你这在上网 那就上网买东西吧 而且我就是有种体恤你 既然你去很孤单很可怜 没有亲人 我们就便宜的东西卖给你 这样你还觉得自己有点生存的价值 是 就这样搞起来了耶 其实因为所有现代的我们欢度的节日 几乎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消费 圣诞节 包括所有宗教节日 对不对 圣诞节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传统节 农历新年 现在其实在香港就更能感受得到 香港的农历新年商店也都不打烊啊 对不对 在台湾我想还很多店会关初一到初三 这边都不关了 现在就是为了 而且是要开的特别晚 为了让大家买东西 你想想看 像圣诞节 在西方就很明显是一个被消费改造了的节日 像今天我们心目中想到圣诞节 不是有一个圣诞老人 穿着红色的衣服 对不对 白色的胡须 背着红包 你知道这个形象是可口可乐发明的 真的啊 对 原来圣诞老人不是这个穿着 也不是这个模样 没那么胖嘟嘟 这是可口可乐的一个广告发明的 整个圣诞节所有的符号 除了十字架跟 那时候没还没十字架 马朝的耶稣之外 整个都是各种广告 各种消费品牌 在过去一百年里面 逐步 针砖天网建造起来 所以我觉得中国其实就一直少了一个我们独创的一个消费节日 叫节日就是个消费的借口 光棍节最初你将来是个大学生搞的玩意 对不对 但是经过马云 他们那么聪明的改造 硬生生的把它变成一个专门 没其实没别的干 就是要来消费 那所以大家很高兴 这个我本来以为这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过去见他们美国朋友 就是他们真是shopping就是生活 甚至每个月都有 你听他们算的都复杂 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的星期几 我说这天又是个什么什么day 我说什么什么day 我说这day就是干什么的 他说这day就是买东西 然后在家收集那个tune point 对过不了半个月又是一个什么day 我说这day干什么 还是出去买东西 没错 就是全是用来买东西 买东西有过节的心情 而且是不是商家就在那一天呢 就打折 也不一定 有的商家中国人多贼啊 有的商家是什么呢 他打的折是假的 快到光棍节前呢 他先提价 因为本来一东西100块钱 他提价了200块钱 然后到光棍节的时候 他说他120块钱 你明白吗 他还是降价了 可是商费者是聪明的吧 他平时 例如说我看这个杯子很久了 我平常就会知道它是什么价钱 所以等到光棍节你虽然下了一个折扣 因为通 例如说在我做这个网页上面 你是要把原 你一定会把原价放出来 然后打个叉叉说 现在降了多少的折扣 对吧 所以我如果我是一个常常注意这个东西的消费者 其实我会知道他原本的价钱 所以如果你提高了 那你再往下降 我就会觉得他的价值没有这么高啊 你说的这种消费者是一种理性的 就平常就已经注意这个杯子很久的人 但是节日性的消费的特点是 有很多人他其实本来没在注意这个东西 他只是到了这时候 他觉得该买些东西 因为人人都在买 那一天你不上网去买东西 你觉得你不像中国人了 那我就没有了 可是还有公司放半天价 让员工在家里消费 然后你想想看 他们都要消费 或者说到了那天 他觉得要买东西送人了 那不知道买什么好 所以那个时候他碰到这个东西 他是本来就不打算买 没注意他 所谓消费狂热 就是这样的一种气氛 是是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包括当年你说出现一个乔布斯 我都是说 你闹不清这个人是佛还是魔 所以你看马云长的这个模样 我也觉得很多人觉得 他改变了什么人的生活 但是所有的改变都有两面性 都有两面性 他对人的这种生活 很深远的影响 有的时候你还看不出来 你比方说 我老觉得大帮哄凑一天买东西 再者说 事实上很多人 就在一种类似于上瘾的情况下 他买了很多没用的东西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日本正举行最大规模军演 矛头即使中国钓鱼道危机爆发以来 中日争端不断升级 日本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 大力扩军推动修宪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两国已经陷入军事和外交的全面对抗 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中日这场冲突究竟属于什么性质 是不是已经无法化解 两国是否必须再打一场战争一决胜负 红花狼环女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真正的豪华 在细节更在你心里 新世代豪华作家 天籁 东风日禅 有听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我是说 但是你不管买多少 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商家变成好像魔鬼一样 说我骗了你买那么多东西的感觉 因为你消费到最后还是你自愿要不要去付这笔款项 对 所以他只是说我们就我们的marketing是我们营造了这样子的一个 我不是说商家 我是说这种方式 你比如说我在那点 我就发现你很容易 因为太容易了 你就把那个点到那个购物栏去了 啪啪啪啪啪 就选了一大堆 你知道吗 这是 这不很方便吗 因为方便 所以你会更容易上 你可能本来没想买那么多东西 比如说 因为网络购买跟你掏腰包拿钱 甚至刷卡都不太一样 你不太觉得自己在花钱 很多人会忘了自己在花钱 他会觉得这好像只是一个游戏 我点一点那个东西进了购物栏 点一点那个东西进了购物栏 然后而且买东西的时候 你会越买越爽 你甚至没见过 那个东西你就买了 因为网购有一点很特别 你平常买东西 我们会 如果是食物的话 我摸到它 翻一翻看一看 摸一摸弄一弄 然后你会知道这个东西好或不好 你再决定 但是网购你看的都是图片 你看的一些文字 而图片跟文字都会把那个东西 美化得很漂亮 比如说像又婷的腿 穿着一双鞋子 你就会让那鞋子 平常在店里面好看了 对 然后呢 这时候你会更容易被诱惑去买 而且买起来太方便 所以你就不停的买 是 你像我觉得 我试过几次的网购 最后我还是去店里买的 为什么 因为你老人家 老人家 老人家 不是 老人家吃细粮 年轻人吃粗粮 我一直认为 年轻人买东西不讲究 它不像我的眼睛 我看到一个头发丝 那么样的细 你知道吗 好比说买一下 好比说买电视机 买一个跑步机 买这个 对 我是看了 你知道就我在北京 你不管是淘宝 还是京东商城 就是我最后去到店里买 你知道我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个价钱跟那个网上是一样的 那我当然在那看的清清楚楚 比较的特别好了 最完美的就这个了 那个服务员当时 现在这个百货商店的服务员拿网 他手机看 你看这个网购的价就是这个价 我跟你讲 有没有便宜的 在北京 你现在要买这个西城的那个东西 对 在网上就会有这种情况 像一个拍卖会一样 对 比如说它是七千块钱 是 可是你一查呀 有一个是五千块钱 可是这五千块钱啊 没有货 或者说呢 你买了这个五千块钱的啊 你就像赌博 它有可能有一个次品率 是 价钱越高呢 似乎是就越有保证一些 所以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实体店的人呢 也在跟这个网络销售竞争 当然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买的几次啊 价钱跟网购是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一次天猫卖这么好了以后 其实大家也在做这个网络 这种购物的一个检讨 意思是说 当然很多人就批评说 因为你那么低价 所以你的品质没有办法兼顾 所以这种东西只是昙花一现 你永远只有在11号买得好 你不可能每天都买得好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 如果像我现在有 有有involved 我就感觉说 哦原来 如果你真的想要跑马拉松的话 那其实你的物品 不可以比 就是你的价钱低 但是你的物品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差 因为消费者会知道的 他今天可以 他可以失心疯一年 但第一次 他不会失心疯第二次 就是说 因为你钱要花 也是要 就算便宜 你也是会花在导口上 我意思是说 就是说 我得买 那这两个东西都便宜的时候 其实消费者都有比价 所以到最后 你就是得把这个品质稳住 但如果你品质稳住了以后 我的价钱真的没有办法 永远这么低 那我又怎么在这样子的商城里面 突围 让你看到我 因为在这商城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话太多了 还有几千万家 我怎么到时候 有卖鞋子 我一百万家 那我怎么在一百万家之后 让你找到我 他不是有那个差评啊 好评啊那种 可是 那个很容易造假的 第一很容易造假 二来就是说 你五个差评 五个好评 跟你五个一样的人很多 那我要怎么在 所以我除非有十个 或一百个 差距要拉大 我才有可能突围嘛 所以我怎么拉大这个东西 这就是商家在 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现在目前看来 大家最大的 一个 strategies 就是我要降价 因为我一便宜 我就有机会冲量 我量变高 那我就有办法 被你先看到 因为我就像 那个Google一样 我search 关键字以后 然后你越常被找到的 那一个东西 越常被买的 那个东西 就会跑到最前面 那消费者 不可能看到第二十页 对不对 他比如说看两页 他就决定了 所以你要在第一页 出现的人 我就很容易被买 所以我要怎么做到这一个 其实到最后 我们检讨 我们就反复想 你当然有很多的 配合他的一些节日 但其实到最后 还是你的品质 因为就像您说 差评 好评 这个东西 在淘宝上 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 我必须要觉得 这个淘宝呢 因为我必须要 刚开始我加入的时候 我也觉得 你这个内地的网站 很多东西 我们担心 对 你会照假呢 然后呢 你因为 例如说进入Ebay Amazon 它是完全电脑在控制 对不对 它是怎么跑 他们人只是维修这个系统 它不会去影响 这里面的过程 因为它的 城市已经显好了 我就是点好送上去 这都是电脑在管控 那在中国会吗 会不会有人可以在中间 做个不同的 城市修改 我没有办法公平竞争呢 我也会想这件事 但我觉得是因为 阿里巴巴想要上市 阿里巴巴想要做世界平台 所以它也知道 我的公平性 必须要被 被检验 所以你们看 天报这一次 他们其实拍出来 是一个电脑的图 就像看那个股市行情一样 它是完全 所有的终端机 寄到了最后一个 由电脑来去算说 我到底出了多少钱 不是我人工来家 我也不是一个区 一个区来找 而是全部进入了 我的电脑信头 那如果用电脑来管理 我商家就可以停你 那我好的商家 也才会进来 我也觉得其实 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那个平台 它本来就 当然上面的厂商 可不可信是一回事 但它这个平台 其实还是很公平的 要不然的话 它不会这么多年 坐下来越坐越大 越坐越被认可 但是我觉得有意思 看整个网购的历史 因为一开始网购 它网购的是什么呢 最早网购上面 能够发展的东西 比如说像亚马逊 它在卖书卖音乐 对不对 那那种东西呢 它卖的那个东西 是一种 你事先在网上 它给你一些检索 让你能够事先看一下内容 那对于一个买书的人来讲 这很容易 因为你买税你本来就要翻 那它给了你这个方便 于是你觉得这个平台可信 这是一种卖法 还有第二种卖法 就是卖一种 本来你在 就算所谓实体店 你也不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的东西 有这种东西吗 有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种东西 网购是最早出发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买机票跟订酒店 你比如说我要去法国玩 我要订一家酒店 我本来是造个旅行社 坐下来的 帮我订个酒店 你怎么知道 你就算是个名牌酒店 你没去过 你就不知道 没错 没错 那么这时候网上订 跟你去实体奠定 是一点分别都没有的 对对 是是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他人起来 这个马云说 这整个发展这个产业 能够给国家增加多少就业 我觉得他没算 造成了多少失业 很多旅行社 不找他了 是吗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软酒精华 年份软僵 不仅供酒 这个我最近听见很多调侃 比如说像这个三中全会那天 恒大赢球了 然后他们就说 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 对吧 然后最近我感觉马云这意思 有点只有网购才能救中国 对就中国房价 对甚至说房价都能给打压下去 说他又跟任志强掐起来了 没有因为他这样一讲以后 那当然这个陈先生就回说 你三百亿也不够买几块地平 小朋友跟我们玩这些了 对就三百亿上个球 对 有种这种感觉 但是网友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全部都回归 就像您刚刚说的 其实旅行社 那我就不需要租店面了 我把这个租金审下来 我就网络上去 网络上等于几乎是凌晨 成本就低很多 那我如果大家都不去租店面 全部都到天猫开这个网站 那请问一下店面的租金 是不是就会降下来呢 有没有机会 我不知道 你看 比如说我同时在北京和香港 在北京呢 我就可以倾向于网购 但是我告诉你 是因为北京的环境太糟糕了 交通没法出门 对吧 服务也不好 整个城市环境是这么样的糟糕 所以就不愿当宅男 在北京就当宅男 在香港我就爱当沙品男 在香港我绝对不会去网购 因为交通如此方便 十分钟我就到了中环 那中环那个 你像看博物馆一样 商品博物馆一样 逛街是一个乐趣啊 试试弄弄白白 各种食物拿起来看看 你看我在香港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网购 我们就是台湾话 你有美国时间呢 你有就是更多的时间 像我们这种 你看早上要上班 晚上我还得回去看 我家鞋子卖怎样的时候 我哪有时间去逛街呢 我就只能网路上逛 因为最快啊 而且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点点点 所以要看买什么 对 就假如你说你要买的是 比如说牙刷 卫生纸 这种东西 这种必需品 你就真的不想花时间 去享受这个购物的乐趣 你买卫生酒有多大的乐趣可言呢 但是假如你是买一些非必需品 比如说买衣服买鞋子 这就是出现一种两极的倾向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网上买的话 是一些多半是不会太贵 或者说就算很贵 但是比如说爱马仕皮带 就是像恒大老板那条 我已经很清楚 它是怎么回事了 那是这时候我在网上买 就不要到实体店买 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 像这几年几个大城市 像伦敦那些城市 它的小商店 个性商店越来越多 一边是网购在发展 一边是这种店在发展 就是说他们表示 只有一种东西 你网上买不到 你必须逛街买 而且逛街这时候真是享受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是否在这里 未来是否在这里 是否在哪儿